11月25日,方舟子在其博客发文,对台湾艺人林志颖声称爱比利胶原蛋白饮品,是他本人带领团队研发一事提出质疑 博客发出后引发极大热议 记者随即联系林志颖经纪人庄女士,对于方舟子的三点质疑 对方表示,林志颖的确参与了爱比利胶原蛋白饮品的研发 庄女士说,她本人对这个产品非常关心,从开始立项到最终完成,一共历时两年多 她本人也在微博中宣传了半年多 但庄女士也承认,爱比利是林志颖与台湾一家很大的企业合作 采访中,她未透露是哪家公司,只说这家企业主要做铺道堂 并强调,相信小智会在适当的时候出面回应 被问到方舟子提及的爱比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未去工商登记注册 是一家非法公司时 庄女士反问道,怎么可能,没有注册,我们怎么销售 至于林博士的说法,庄女士认为这只是一个称谓,并不能与学历挂钩 最后,有关胶原蛋白的功效,庄女士坦言 这个产品有保养保健的功能,能美容养颜抗氧化 小智自己每天都会喝一瓶,绝对合法且安全 庄女士认为,该产品前几天才开始发售 方舟子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出异议,动机不纯 不想过多回应,是不想配合方舟子炒作 目前,他们已将此事提交给律师处理,预告方舟子诽谤